那为什么这个跟下面 因为刚刚我有那个讲到那个偏物样本 就是在前面有提到 那这张图就是讲到说 这里每一个 这里就假设是一个母群 然后那个这里是每一次抽出来的样本 然后抽出来的全都是母群中的黑钱 那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偏物性 那么今天其实做研究有很多种的取样方法 这些你们可能都有听过 但是可能比较没有怎么去想到说 它的限制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会有比较容易产生研究 像是这个滚雪球取样 我之所以会想到想要讲 因为最近不是我们马上不是要 明年初要总统大学 因为你们应该都 这出的船币应该都可以投票 就是因为 现在那个国民党 也正在那个竞争 竞争那个候群 然后那个最有钱的那一位 他是说他要采用那个滚雪球取样 那大家在这里他用的是讲的是那种用那个比较特别的心理学的研究 他在那边举例是说找那种跨性别的人士做研究 那这种取样就是说我在开始研究前我只认识几位那个跨性别人士 那然后呢 因为这个一开始的认识几个人的样本还不够大 所以为了再增加样本我会请那个一开始的这几位调查完请他们就是说写一些觉得有可能会参有兴趣参加这个研究的其他几位跨性别研究者也跨性别人士 然后再邀请他们加入然后第二批也再一次就再请他们再提供其他几位 这样子就是慢慢的就是让那是雪球越滚越大这样 好那但是这种方式是有是可以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研究的对象很特别 可以用这种方式找 我们的临床所有很多研究生做的题目都都是要用这种滚雪球取样 不过这种取样也会有一个问题 除了会有那种研究伦理问题之外 还有就是这种因为都是透过研究参与者的社交圈去找人 那一定找到的都会是有偏误 这个就不是一个随机的那个取样过程 那它就会产生的就是一个非随机样 那很容易就会造成所谓的非随机偏物 那很多的统计理论还所发展的统计方法 都很强都是强调要随要这个样本一定要是随机的 那它才可以做分析 那我那我就是在这个统计方法的有效性上跟同学提醒一下 OK好 好那再来 好那这个后半部问题的后半部其实刚刚前面已经说了 就是IQ Thin的理论平均值跟变异数 其实就是看的就看的就是那个前面的 好就是前面我们这边设母群的设定 好那我是建议在这边 第一题这个后半部 等一下 第一题的后半部你们可以增加用这个在电子书的第八章 它这里有介绍几个符号 我看一下这个符号在哪里 好像很后面 但是我是建议可以用这些 用这个table8.1跟8.2的符号在这边来做注记 在这个我这边所扩充的这个第一题后半部讲的理论平均值跟理论的变异数 它的那个对应的符号就是table8.1的母群平均值 跟table8.2 我往下 table8.2跟table8.3的母群标准差跟母群变异数 都是在这个表的中间 好那我建议可以你们可以用在这里就是自己做笔记 那它这边比较好的方式是你可以在这边插入这种公式 好这种公式它可以那个支援一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 我做个示范 我做个示范 这样子 它这个叫做 等一下 它这个叫做那个 就是专门写那个数学公式用的码 你这边可以写个mu 这个mu就是希腊字母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直接看那个help 比较比较快一点 你们如果是本机版的话是可以点这个help 我是记得这里可以去存一个mu 哦对这样子 就先加个斜线再打一个这个 再打一个这个mu 它就会出现刚你们在8.1看到一样的理论平均值的符号 你用这个写mu等于那个mu等于100 然后那个变异数就是那个sigma平方 好 那个就是sigma 好 就是sigma 它应该要再加一个那个 ctrl 2平方 好 sigma平方 等于15 ok 前面我再加一下 就等于100 你看这样也可以顺便就是加深自己对这些符号的认识 好 谢谢 好